主持人雙胞胎的佩佩 昨天晚上我發現了一些好有趣的東西 由於事發突然 然後又由於我覺得這些東西實在是太新了 然後一定要好的趕快先介紹給大家 讓大家第一手就可以知道有這些好玩的東西 所以我今天一大早 相隔不到十個小時的時間 我就把它拿來現場給大家看 在這邊要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我還沒有練習得很 就很熟練 大家多多包含 不過可以至少讓大家先了解到這些新的東西 大家可以自己到這些東西的網站上面 就看一下那些達人們的示範 大家會覺得比較專業一點點 好的 那在這邊呢 我要先告訴大家我發現了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我之前介紹過 大概在一兩年前就有介紹過 那其實不算是稀奇 這個是月亮增高期 它是做什麼用的 讓頭髮後面看起來有更蓬的蓬度 那為什麼我今天要再把它拿出來呢 因為它出現了很多進化板 有更簡便的用法 這是第二個進化板 接下來有更簡便的用法 第三個進化板 頭髮的new bra 到底頭髮的new bra要怎麼用呢 待會就可以告訴大家 首先呢 我還是必須講一下這個月亮增高期 雖然說它已經出來很久 而且我大概在兩年前 就已經搶先介紹過它了 可是那時候介紹啊 我覺得用法是正確的 可是還有一些小技巧 我覺得可以再多一點告訴大家 那我到了他們的就是這個 這個的網站上面去看之後才發現 有更多的技巧 這個跟我之前介紹的海綿寶寶是同一家 那我發現 這個我要順帶一提一下 我最近去逛好多那種 跟格子有關的店家 有好多那種海綿寶寶 可是它們並不是正版的 它們的海綿寶寶 長得有點像派大星 可是啊我想說 管它的好用就好了 但是我買回來發現啊 它們的鐵絲並不是 就是整個海綿裡面都有鐵絲 有的只有幾段而已 所以你在捲的弧度 並不是那麼漂亮 很容易就鬆掉了 那建議大家還是去買正版的比較好 不管什麼東西都要支持正版 因為這畢竟是人家想了很多很多 想了很久很久才發明出來的東西 而且品質比較保障 所以在這邊要多多呼籲一下 每次我在網路上逛的時候 都看到好多這種問題 都真的覺得說 很替這些店家覺得很可惜 然後也很替他們感到就是 他們的心血怎麼就這樣被別人糟蹋了 好 這些題外話啦 那真的 真正要開始了 這個月亮增高氣 如果大家還不知道怎麼用的話 在講進階版的那個頭髮膨度的 之前呢 我覺得還是稍微講一下這個要怎麼用 它的正確用法比較好 因為我們平常啊 很多女生 像東方人頭型比較扁 你看喔 我這樣子看起來就是 頭髮膨度還OK對不對 可是你看喔 我只要頭髮一壓扁 臉是不是整個顯得變很大 這壓扁真的好難看喔 好大喔 這整個壓扁整個臉變大 可是膨一點就會覺得 臉看起來稍微立體一點 比較小一點 就連那個林葉婷還有說 她超喜歡超級膨頭 因為這樣子可以讓你看起來更小 所以啊 你去看很多上通告女藝人 她們都在背後一直吹頭髮 一直吹頭髮 一直用一直用 請那些造型師幫你用 可是問題是你自己沒有職業造型師 怎麼做出這樣 漂亮完美的弧度呢 跟VV雜誌一樣的那種膨膨的弧度 有點像公主頭那種貴氣的感覺 在這邊呢 月亮增高器就可以做到這樣子的 那個好玩的地方 好 月亮增高器到底要怎麼用呢 給大家看一下正確的用法 當我們把頭髮抓起來的時候 好要開始了 好緊張喔 你知道 LIVE節目就這麼刺激 因為你失敗了就真的秋了 所以在這邊要跟大家說 因為我自己也是扁頭人 所以我事前就請髮型師 因為我頭髮是經過整理的 給大家看一下 我上面很短 這邊很短 這樣它才膨得起來 我這邊剪得很短 這樣子我平常沒有用這些增高器 就是給髮型師整理一下的話 也可以就是可以很膨 可是這必須要給髮型師整理過 如果平常人沒有髮型師的話怎麼辦呢 好就可以照我的這樣的方法 那由於我的頭髮之前給人家整理過了 所以那個短短的地方會有點明顯 那我想一般人應該不會像我有這樣的問題 我頭髮上面這裡比較短 所以就有點翹翹的感覺 那大家平常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是OK的 好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月亮增高器 帶我抓起頭髮來 你看喔 我把它全部抓直 抓直之後呢 這個月亮增高器記得 放在頭肌的這個地方 放上去 卡住 因為它這裡有鋸齒狀 下面也有鋸齒狀 下面鋸齒狀也給它稍微卡住一下下 然後給它放下來 好稍微撥一下 你看有沒有它就有那種BB雜誌風 那種砰砰頭就出現了 就那種貴氣的感覺 好因為我的鬚鬚很高 剛才有跟大家說 所以它的鬚鬚比較明顯一點點 好 這時候如果大家覺得說 它會突然這樣高起來 好像有一點點Over 你可以戴個髮圈把它遮住 這時候 BB雜誌風的漂亮公主頭就出現了 有沒有看到 而且都不太會掉 只有這種 BB雜誌風的感覺 對不起 這裡有一點稍微亂下 這邊有沒有看到 因為現場沒有鏡子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樣子的砰塗其實就很可愛 就BB雜誌風的感覺 然後BB雜誌風這樣的弧度 其實可能是很多造型 是在背後又吹啊 又燙 然後又把那個 髮片啊 髮明塞在裡面 才會有這樣的效果 那我們只要一個月亮增高氣 其實稍微頭髮撥一下 蓋住就可以了 而且它不會掉喔 不必像我一樣 在裡面燙玉米蓄 它也不會掉 因為它有一個技巧 就是我剛剛說的 上面鋸齒狀要上卡下卡 上面卡住 下面也卡住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除此之外 除了可以創造出 BB雜誌風那種 貴氣的髮型之外呢 它的月亮增高氣比較小的 並不是要讓你看起來 蓬度小一點 它呢 是可以用在不同的地方 因為我們剛才蓬 是蓬在高高的這個地方 對不對 蓬在這個地方 那現在我要蓬這個地方 可以修飾點型 那要怎麼用呢 我一樣把頭髮抓起來 把上面頭髮抓起來 那如果你層次 沒有像我這麼高的話 其實更好 因為我的頭髮都給髮型師整理過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 更完整的頭髮的使用方式的話 大家可以自己上他們的網站上面 就可以 上面的Model我印象中 沒錯的話是全部直髮 常直髮 好 這樣子你看喔 我可以把比較小的月亮增高氣 然後一樣擺在這邊 擺在我們KOTO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睡覺的這個地方 或腦勺的地方 擺進去之後啊 記得再把下面的一些頭髮 一起抓起來 等於說把這個月亮增高氣 全部 全部隱藏起來 好 把它全部隱藏起來之後呢 這時候大家可以稍微旋轉一下 稍微的旋轉一下 好 這時候呢 拿一個小小的鯊魚夾 有點裝飾的鯊魚夾 稍微給它在這裡 夾起來 來 這樣子就變成很完美的蓬度了 頭就是整個就會變立體了 好 給大家看一下這邊 蓬度就會很漂亮 就會覺得說 欸 我的整個後腦勺是立體的 有一點點像 像我之前認識一個女明星叫王穎 她現在懷孕了生Baby了 她以前就很常用這種髮型 就這樣子修飾一下 感覺有點像仙女 然後就隨隨便扎一下 可是完美的蓬度 完美的弧度就出現了 大家不要以為想說